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龙 今天我们又把房车停在服务区这里了 我们今天走了一百多公里 停下来之后小微洗了个头 然后现在正在工作 我也是准备做晚餐了 今天的晚餐 我们是准备做牛排 然后还有三文字 在外面 煎一下就可以吃的 很方便 今天我们到了这边 就看到很猛的太阳了 天气也变得很暖和 现在还有晚霞 这个服务区里面没有很多很多车 然后也没有太多的人 就是说我们把房车停在这个角落里边 还是很不错的 因为这里比较清静一点 我加热了黑胡椒 到这个牛排上面 我切了圣旅果 点缀在周边 不然吃起来就太单调了 看起来单调 然后这个是三文字 简简单单煎了蛋 还有煎了这个牛排 就是今天的晚餐了 小微我这边的晚餐准备好了 你要喝红酒吗 你要喝红酒吗 我们明天早点走了 不喝 今晚就不喝了 去景洪再停下来 好好的玩了 好 那我们今晚就简简单单的吃了 太棒了 每天吃现成的 好棒 感觉今天有一点绵 老了是吧 今天太老了 今天太老了 把你下去 把你倒了 他鼻子要瞅着你 在西红柿 你看到你一口一口的 要把它咬完了 他就 你在眼上 眼上 没电了 这样吃就饱了 我想想看西红柿 是不是应该先煎一下 你说这个 西红柿 对 不用煎 看来就是摆盘的 只是摆盘 吃完饭了 我们就把这个碗筷都收拾干净的 开始工作 半斤就开始睡觉了 小微呢 也在工作 我一会做完了 要不要留下半斤 哈喽 我们明天要到景红 这样下去会不会有超时飞 现在都很少遇到超时飞这种东西 特别是云南 不会有的 云南吗 对 云南太多房车了 对 但是我们 这样动作太慢了 我们不可能天天在服务区这样呆着吧 我们吃的都吃完了 菜都快吃完了 还没到呢 菜没吃完还有苦瓜 苦瓜 半斤 半斤乖乖 时间过得超级快 走走走走回去了 7点54时起床了 外面都截了露珠了 哇 刚好遇到日出了 阳光都射进来 我们的房间里面 房子 我们不去吃早餐 我们的早餐很丰盛 好大两盘 他吃什么都是很快就吞下去 所以要给他拆开来 不能让他一口吞 不然他会噎到 沿着朝阳出发了 我看到有房车了 停满了 他们都不走了 你看 我们可以停这边 因为我们没有位置停的 他这里还有房车呢 停在这边面上 两辆没地方停 我们就停在他边面上 就是停车位没关系 把他只能停在外面了 你看那辆房车 这两辆房车 这是什么 四子啊 这么小个四子 这个四子饼 你好 这个怎么卖 10块 这个呢 也是10块 那就20嘛 那就拿这两个 这服务区 像一个什么广场一样 这上面就是县城了 这上面就是县城了 还有卖肉的 在他这个房车营地 天天 拿买肉来做菜吃 哈哈 你看这外面也有卖菜的 这好多卖菜的 我们现在准备离开末江服务区了 不准备在这里停留了 我们下次回来的时候 就经过这里再停留吧 因为这里没有房车好位置 然后呢 因为要去那个景的话 多了解一些 到时候就停到镇上 对 因为这个就临时这样 太好 不好玩 因为到时候我们一停留的话 还有周边的几个地方 都可以一起去 什么绿村县 那些都要去的 都是在我们的行程之类 计划之类 我们现在是直接到景洪 先去景洪 要去拿个快递 然后再慢慢往回走 大几万 大几万 这边是拉朵的 一直几万 这边钢铁下过去 马上又一个弯回去 这个就是有点S了 半斤 我走了 把你们两个丢在那里 半斤 加油 234元 跑了411 这次算下来 每公里是五毛六的 比上次又降了一些 可能就是因为下坡太多了 对啊 因为我们这次走过来的话 大部分都是下坡路 上坡也多 反正除了上坡就是下坡 就这样子 因为很多地方 它就写了 就长下坡 要谨慎 要挂抵挡 控诉 我们已经进入歹竹这支州了 看到有椰树了 248 嗯 还好 248 那还是可以吧 是吗 我正常的就是这个正常的 我感觉那么多高速 只有贵州那边是最高的了 贵州 一百五十地处 有一级车道 和压线拍照 请小心电脑 看到了 看到了 景洪 我们到了 好特色啊 这房子建的很有特色 应该经常都有大象 野象 野象 大象 直走就是市区 往左边就是西双银 哇 好漂亮啊 晚上来看看 要穿他们当地的服装 在这里很适合逛了 适合逛了 拍照什么的 这里可以400米 全行400米有停车 咱去瞅瞅 我们乱穿 400米过来 那不远 哇 这房子好漂亮 大剧院 大剧院 这是停的不走了吗 还是车子不要了 不走了 这里面呢 要不要进去看一下 不行呀 没位置 湄公和人家 我记得以前我们停的周围 好像也是这样停着 乱停的 但是呢 我们住了酒店 现在我们咋停呀 下去吗 肯定不能下去 你下去怎么上来 我们等 我们现在准备把房车开进来了 因为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停车位 好不容易发现的 往前开 往前开 把车挪进去了 再稍微调整一下位置 有点停歪的 好了 好了 别动了 可以了 差一点点就碰到树枝了 这个位置还是好 这位置能够 在这边周边逛告装夜市 免费车位 好难 找到这么远 他说可以停的 他说只要有窗位都可以停 而且我们这样停着还可以开门 我们可以开后面窗跟上面这个侧窗 透气 想下来吗 我们到景洪了 这里很暖和 但是我现在穿着衣服也不热 穿着衣服也不热 这边天气好 要等这边上的车走了 就可以停边上 好开心 我终于到了西酸麻辣这边了 是我一直想要的天气 这里不冷不热 反正气温就很适合我们在这里待一段时间 对 主要是我们停车这个位置的 中午也不怕热了 因为这边的树很高 离夜市又近 还免费 在这周边半季也可以去逛 今晚我们去夜市吃点好吃的 好 明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吃了什么 看到了什么 还有美丽的告装夜市 我们去看了 下期见 拜拜